接著就是賈利安 哇!有啊!很厲害! 在這裏已經撞了 哎呀!哇! 好厲害! 這車已經撞了 哇!應該不要那麼快跳出來 因為很危險 那些車還來 還有機會撞的 應該留在車那裏 等車全部撞了 過了才跳車 哇!想不到 原來給香港新手菜 更厲害 還未到葡京灣 已經在這裏又塞車 哎!葡京灣又有一個掉頭 有一個車掉頭了 不過剛才我們見到 就在遊艇灣撞的 其中一個就是羅沙里奧 羅沙里奧 還排第五位置的 就是三豹爆冷 先進去那裏 哇!又被武艇灣 就沒有對頭車 叮住那件鏡 哎! 哇!已經救人員了 可能有少少受傷 看看先 不過應該這些撞擊 不會很大件事而已 可能會撞傷頸 是的!多數會撞傷頸 那人應該還能動 不是很大件事 都還能動 沒有什麼事 希望只是少少震傷 那這些車的安全設備都很好 有防滾架 各樣東西 所以隨便撞幾下 雖然車會摺了 但人通常都不會有大礙的 不過只不過可能現在 就是為了安全起見 檢查一下 那現在這個房車新手賽 或者ACP的瀑角杯賽 都是採用A組的賽例 A組的賽例變成賽者 那個規格也都挺嚴格的 那我們看看 現在這個看台灣那裏 那些所謂的救救車 已經在這裡 全部停了 看看他們會不會停這場賽事 現在還不知道 因為這個彎是很高速的 如果停了幾架車在這裡 實際上是有少少危險 好啦 那也都 是人為撞了 哇 有沒有搞錯 這樣都可以的 其實這些真是很愚蠢 因為沒有理由在這些位置撞 他們在開面線 應該在開面線 有很多位置走的 這些純粹是大家鬥逼的 自己在這裡 真是很少機會 在這些地方撞到這樣 實在是令人難以明白 好啦 那撞車就包括有30號的賈里安 以及38號的羅沙里奧 應該是沒什麼事了 那進第一個浦經關 看看怎樣了 那看來呢 起步最好應該是李重聖 現在暫時是在前面領先的 然後在第二位置呢 這次安全好多了 肯定過散 沒問題 李重聖呢 就暫時是在前面領先的 然後在第二位置呢 應該是何漢強的 嘩 忽然間慢了 這個看不到多少號 不過似乎有問題了 相信要放下了 那這輛呢 就是CORROLA的尾輪車來的 18號 是的 已經是舊款的 因為現在尾輪車 其實已經是沒有出的了 我們看看現在 沒有辦法了 車子動不了了 那我車手似乎想走出來 對了 看看沒有車 快步走過去 不是還看車頭蓋嗎 應該有工作人員出去幫他 推了一點點 這個就是17號 17號看看哪位來的先 就是這個 崔紹銘 崔紹銘也鬥過很多連車的 奇怪沒有Marsho出去幫他手 應該有Marsho出去幫他推了一邊 或者如果可以繼續作賽 就讓他再幫他推著 把他推著灑火等等 每個人都希望作賽 因為呢 實際上 就是 幾難才得到一個機會 正式在這個賽道上比賽 好了 他又繼續比賽 另外呢 因為我們的澳門大賽者 今天呢 就經常在車以外貧生 令到這個節目的時間是長了的 所以原來的節目 開心迪士尼 將會押後播映 那就會等我們這個節目呢 就播映完畢之後呢 才會再重新的 請大家留意了 好 看看賽事繼續進行 中間後面前面的魚館完全沒事 可以應該完成第一個圈了 過到這個海角遊魂 那麼就看看出發尖灣 然後到下面水航灣 那就會完成第一個圈了 過了發尖 這是全程最慢的發尖灣 發尖灣說明這裡 就不準就是過頭的 如果過頭就會被罰了 對 因為這裡呢 如果你的車受傷快很多也好 你都不可以說 就是硬硬擋到後面 看了大頭 咦 好像被人過頭 24號的 對 沒錯 對 已經不自有所改變了 李松勝就被人過頭了 李松勝又希望這一段時間 就壓住對方 但仍然是過不了 第32號車的 就是何漢獎 何漢獎 原本就是排第四位置的 因為前面就有另一部車 就是 另一位進澳門車手 就車壞了 所以就變成了 他有機會爬上來 就是澳機亞來的 是的 那麼剛才呢 他們進浦經灣的時候 已經何漢獎 其實已經追到很貼 大家都差不多 一起勾著奔擺進了 所以他上面爬到 他的頭一點都不出奇 而且有可能會放掉 李松勝現在 雖然進浦經灣 但是被人過頭 當然很不開心 一定要拼命追回 大會出現紅旺 就是被護士路邊有油漬 叫車手小心 油漬就是出自 剛才起步狀 在東方灣的位置 留下的水、油等等 看看這個旁邊有甚麼意外 幾乎又撞過去了 差一點 這個其實很容易生意外 所以菜碗已經放在輪胎上 萬一讓它撞到下去 都可以打出來 不會受傷也不要緊 好,現在領先是三十二號的 黃漢強第二位置 是二十四號的 就是李松勝第三位置 就是 阿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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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是非常有緊張的車手 剛才他入紅旺的時候 第一次入紅旺的時候 有少許意外產生的 幸好這輛車雖然吊了半個圈頭 但只是車尾 吞了軟的輪胎那裏 那就沒事 繼續可以現在出來 在第三位 增停前面一、二位增翅 前面帶頭的何欣強 已經是第二次 參加這個蒲果杯賽 90年也有參加蒲果杯賽 當時只有第六名 但這次有沒有機會站上椅子 看來現在賽事越整越短 因為撞一下又減一個圈 只剩下九個圈 應該後面追到的機會 就比較小一點 都不是 又追上來 都很難說 現在在這些情況 有時候 六死垂手 真的很難說 因為這些新手賽賽事 大家的車很接近 都是1600cc 所以變了 那輛車的內力好一點 或者改裝得好一點 那絕對有一個人 可以容易帶出人家 更容易保持的距離 16號剛才打了出來 就是雷鵬行 古文定 原本是排第七位置 以前的演武 是經常參加這個服務杯賽 帶頭仍然在 這個HONDA HON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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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暫時在後面 被人騙住 看看他有沒有機會過了 看來兩個車雖然不同廠 但CC一樣 大家都是Twin Camp 托洛娃佬 似乎 不相伯仲的 好似過了 是呀 沒錯 終於HONDA 在直路過了 可能上個彎的時候 抽出來 軟一點 哇 看看 哎呀 哇 差一點 這個彎是澳門來說 很危險的彎 因為轉的速度是極高的 如果車有一點失控 就會鑄成大錯 分分鐘一掉頭一撞 就肯定會大件事的了 幸好是控制得好 仍然可以救回 現在雖然被人爬了 但也未知撞眼 還有機會繼續威脅前面 好了 現在領先仍然是李松盛 那車就前面有黃水泵馬 後面那一部 就是32號的何漢像 又在後面 阿劉又上頭了 又上頭了 看看行不行 被他騰到 沒辦法了 始終還是未夠遲 哇 這裡是大直路 看了 就是12號車來的 12號車就是何其智 是呀 在這裡看台灣撞 在這裡撞傷肯定是大件事 另外還有23號 亦發生了意外 就是李刺骨來的 那這些撞傷通常 就是幾架在一起的了 哇 直接貶了 幸好人都沒事 那因為這些車的製造 就是過程需要裝一些防 防困架等等 來撞回著的車 所以比較實正一點 雖然貶了 但是人通常都是完全沒事的 你看看多生猛 何其知 那走出去先 那91年也要參加 ACP的賽事 這邊就是12號 那這兩個車 幸好就不會阻止跑道 那因為那個是右邊的位置 而這個彎 出彎應該是靠左邊的 所以就不會影響到其他賽車 那看來這兩個車 都要total lossy 直接扁了 那個頭 重播看看拍不拍到 好 先看看 這裡攝影機看看是怎樣 看看追不追了一切 哦 已經撞了 是 撞了 倒回頭 哎呀 慘了 另外那一架慘了 後面來的慘了 那一架無頭之災 是啊 因為這個彎是很快的 是全跑道最快的彎 哎呀 慘了慘了 沒辦法了 強硬… 強硬撞到了 好 強硬撞到形頭相撞 哇 真是傷了 是啊 在這些這麼高速的彎 如果車稍有失控 根本一調開頭 就沒辦法可以控制到 就算你多高手 都沒用 所以變成 大家要轉這些彎的時候 通常都會特別小心 而在一般的新手賽裡面 贏和輸的 有時候就是在這些大彎裡 不知那個夠膽 狼轉得好一點 有一個分別的 有一個圈速選擇 是否可以 轉得好一點 狼一點 要安全一點 是啊 沒錯 因為只是膽大 沒有用 分分鐘會電了炒車 膽大我們可以找一些特技人 搞定吧 沒錯 好 後面是十路 阿勒仍然保持第三位置 古文迪 仍然做出最快的彎竹就是他了 三分零二點六八秒 但是照計他們的車 應該可以做到 是兩分五十幾的 是 因為在香港那場 新手賽裡面 他們同樣的車 通常都是做 就是帶頭的幾架 都是兩分五十八 五十九啊 等等 所以他們應該還可以快多兩秒 好了 去到正路的時候 沒有變化 好 那我們休息一下 待會再看一看 我們會算一下 先 旅程 剛才理智坤和何德acy 強行八九 雷文迪、企圖過三十五 這件是有兩OTH狀 這兩抓手去出來 雷文迪、企圖十五 應該方便可以騙一些 車的質素雷文迪那一輛就是A組車 是一個改良得很完善的16cc的跑車 領先的就是李宗盛、何漢強、雷文迪、卡利安、羅比士和Rosa 依次序就是24號、32號、16號、10號、2號和8號 已經完成了三個圈的比賽了 李宗盛是第三個圈就是做出3分02秒01 就是在今場賽事雜誌最好的圈出來了 應該還可以快一點 他們試車的時候李宗盛的時候 我都不想吃口味 超上二號是何漢強 李宗盛現在駕駛就定了 駕駛得很順暢 看到的 看看格里安能否追到 黎文迪 格里安現在守在第四位置 是不是距離近了呢 是啊 距離近了 三分零二秒零一就是李宗盛 第三個圈是最重要的 暫時要最快的天速 接下來就是前四名的 黎國的車手 我本車手越來越多 所以都沒所謂 咦 剛剛爬了頭了 已經爬了頭了 已經進佔第二位 又抽彎出來想過它 我們看看哪個到胡錦灣 嘩 又有一點要保護自己的位置 看看它後面有沒有抽出來 插到它 有可能抽出來的 不奇怪的 因為大家都很貼 沒有安於本位 那麽已經安全地爬了頭 做出的時間是三分 也都是不錯的了 始終是由這個李松盛帶頭 這個Honda Civic 舊款 後面的Ruda Corolla 跟著在後面 這幾輛車都是頭輪帶動的 千六媽Camp 索羅娃佬的車仔 是 頭位仍然是 哇 這本三部車很接近 非常之接近 是 現在隨時有機會 再改變那個排位都未定了